先前我们曾经为您报道过在国外有电影卖胖报告 这个美国导演呢是狂吃素食30天 结果体重狂飙 而现在在台中有一名23岁的男子 他是为了增重健身 竟然如法炮制电影的细节 狂吃了一个月的汉堡薯条之后 体重呢当然是直线上升胖了6公斤 紧接着他在用有氧慢跑 外加一周的6天重训 现在体重是回升到64公斤 之后饮食改吃清淡 果然破除了腹部大团结的问题 逼出4块鸡 肚子大的像半颗篮球 胸部还微微隆起 整个人看起来很没精神 罗廷伟学起了电影卖胖 计划吃了整整30天的素食 最后拍下照片 在胖瘦之间做对比 吓吓自己 身体组织 我觉得最容易囤积 肥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肚子 那我的肚子就是 马上就有急剧的膨胀 菊雅林仰卧起坐 每一项重训 罗廷伟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完成 就为了增重健身 他突发奇想 8月3号62公斤 罗廷伟开始吃高热量素食 一个月后体重直线上升到68公斤 就停止吃汉堡薯条 紧接着有氧运动和重量训练 现在体重维持在64公斤 重点是肌肉练出来了 买二手的雅林 仰卧起坐板 就自己在家里 那照着课额表 或者是上网查询一些 我们的知识 或者是有人来教我 除了每天有氧慢跑半小时之外 周一到周六都有固定的练习进度 对吃罗廷伟舍弃原本的素食餐 早午晚餐 吃得清淡 我还会再花两三个月 来补强我不足的地方 那我的目标会希望说 像韩系的艺人的那种线条 白天做生意 晚上念书 一天抓出一个小时空挡运动练身体 23岁花美男 罗廷伟说自己的身材还不是最佳状态 但苦练一个月后逼出四块鸡 勇敢脱伤衣 大方秀身材 中天新闻 刘云宾张俊栋台中采访报道